发心为众生 我们生生世世的都有说得了 这是有法 就是要远离这个五项 五叹 这是恶格 要远离 就是 理意 情悔 博万 十字 生气 情胸 怀乱 善心 这种 整种 怀乱 善心 我们要保持 清静心 所以要远离这种 第一 远离这个 沉悔心 沉悔心 不能想起来 我们不要常常想起 想起来 缭乱我们自己的清静心 缭乱我们的心 沉心 所以想起来 不能说 我就发发地更疲惫 那人是我们电脑这样想 电脑想的时候 我就 哦 电脑要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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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这样后已经没睡觉了 发下去后就没睡觉了 但是我们人说 我如果说话不淘汰 不笑笑 我会笑起来 就一定要讲,一定要试,一定要变变变 才会心不忍,才会讲话 这种是电动,所以说这个腕里秦飞 秦飞,因为那会破坏我们的清静心 破坏我们的光顿 所以经典说,会消光顿啦 不是会消光顿啦 会消光顿啦,会消光顿啦是没关系 会消光顿啦,会消光顿啦,没关系 会消光顿啦,会消光顿啦 所以第一要管理这个秦飞 菩萨要管理秦飞 第二,博万,博就是粗暴 我们像粗禄,这个暴粗残啦 不要太粗残 这个暴粗残就是说,我们来上海中心的时候,很粗残 对自己的秀名名,对白人要上海中心的时候,很粗残 没关系啦 所以我们像粗残人说,怎么有粗残 什么豆、酸、减壳 对不对 那好像说,我们在粗残里面,用包皮、牛丼 不是,我们这些人间就有了,一只阶段就没都出来了 是不是这样?听说的,这些阶段就要滚了,没都出来了 很漂亮,对不对? 你如果一只地去屠宰场进去,一只出来地头、地头、地腿、地腿、地腿、地盘、地盘、地盘 都分到青年车车 那不是跟粗残的一样吗? 对不对? 粗残里面说,开、盘、破、盗、抽藏、挫斩 粗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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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残 不就是不同,也一样 所以这是说,我们粗残的粗残 当然就有这个胳膊 所以菩萨不要粗残 爆 那么慢就是五万,五万就看不去粗残 似乎说,我们自己还是人 还是白人都不是人 像古早的人,有个好好的人 老闆、老闆、看这些路线都没去 路线的女孩都好像不是人 她的女孩也是人的 女孩也是女孩 女孩也是女孩 宝宝也是人的 但是她的女孩就是人的 现在人也是同样 女孩也是人的 媳妇不是人的 也有 宝宝也是女孩 女孩也是人的 媳妇不是人 对吧 所以这都是分辨 那是五万心 要远离这个 那么叙子 比如说叙道 我们叙道别人 别人如果有收 我们也叙道 那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学府不可以说 那没有什么 我们要随喜公得 别人有报私 我们没有报私 我们就随喜 就说得了 别人有报私 不要说 别人有报私 哎呀 好像要出钱了 没有礼拜 那么这样就没有随喜 人家要出钱 是不错 虽然没有礼拜 也要随喜公得 所以不可以叙道 那么做好 我们就要随喜 别人说这样 别人说我 我现在正常说 那有到海底 我们以前你睡都不记得 真的 我们以前没有学府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都不记得 你知道吗 现在有你学府 看人海底 就感觉说 看得很不记得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 万里 再来兴起针颂 没有针论 针论 针论就是说 我们学匠 正论这些有的不的 送就是说 我要割手 送就是说我给你割 叫做送 那么送就是说 跟割 比如说你做不好 我跟阿爸说 对吧 我跟老师说 我跟法官说 都也是说 我跟警察说 那也都也是说 人家各来各去 那么呢 这个道来道去的 都是是 真送 对吧 那么这个 兴起真送 坏乱散心 这些医生 这些事情 想起也好 粗产也好 五万也好 集图也好 也就是说 寿非情侶 都会破坏到我们的清静心 所以我们菩萨要管理 这些事情 所以白人的 简单说一句话 白人的好壞 跟我们无关系 你若要割 割你儿子就好了 千万不要割 割那割这个 不会割的 对不对 那不是你儿子 你割什么 你割什么 你割说什么 所以呢 你若有鸵 割得不错 这样就好了 有时候我们割 鸵就割不割 又要跟人说 人家怎么好 人家怎么收 人家也不跟我们 签法 三签 我们就不用说 更不算性俗悔 人家也不跟你说菩萨 你跟我说一下 菩萨 你跟我生事 跟我开事 人家也不跟他说 我们不用去跟他说 你做这样不行 你做不对 对 这都是我们家说的 因为那不是我们儿子 我们感觉 怎样 人家有老爸 人家老爸说 对不对 所以 但是我们人 有这种 会坏乱 省心 所以简单说 就是说 别人的好歹 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自己收到好就好 不要破坏 我们的清静心 不要让别人污量 所以 我拜托说 你不要污量我的心 我没有给你污量 所以 因为这都是坏乱善法 所以这些想起 乱善法 都是看到别人不好 是说看到别人好的 我们都去分别心 别人好 做一好 别人败 做一败 跟我们没关系 我好好收就好了 不要破坏我的清静心 没差我们念佛念到清静 对吧 再来的第五 离于奉益 驾蚌海呆 祝输修善 轻莫伊林 就是说 我们离奉益心 奉益就是奉冬 奉冬就是放上去 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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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是奉架 这简单就是奉架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量一支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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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架了 出去就放上去 放上去 看要来扁塑 要来公圍 要来喝茶 卡电味 那时候就放上去 因为奉架了 因为就是 谁在内感感冠在这 现在出去的时候 放上去就向我 虚枪也向我 叫做奉益 放上去 所以这个呢 社群的经典就在说要细煮 我们这个链头要压住 好像鱼要压住 不然鱼要压住 不鱼要压住 鱼要去吃人的菜 鱼要去吃人的菜 鱼要去吃人的鱼 对吧 那么呢 这个鱼要压住 要压住 要压住 所以不要放太 放胡椒炒不要放太 要压住 要压住 不要说 整个鱼都要压住 压住就没有压 所以也是要压住一条鱼 风吹流是什么 更不说要压住 说要压住 风吹流是什么 那么鱼要压住 那么鱼要压住 那么所以说这个 风液就是说 放火器了 火器了 那么叫风液 蚤蚝蚪 就是五蚂蚂啊 蚵就祝蚵啦 知道自己很好 那皁蚪也很好 补了很好 那么蚂双看不起有百人 海大 我已经收了很多 著是修仙 经本意零 注意 Wrhalt 去看一些ирован We can 隐喘 所以这个顶点背中说 不能侵蚀重生 那是,不要說他是人 他是狗,他是狗兄 我們也不能侵蚀重生 他是鳥,我們也不能給他祈福 我們現在比較有進步了 現在如果祈福鳥,祈福狗 用手鈴槽把它收起來 我們現在都說,那都是煩煩的 煩煩的,你狗沒事情 它吊起來爬,這個鳥這樣力帶,替摸,火燒,湯 這都是煩煩的 那麼,世俊經典說,不能侵蚀重生 那麼,人也不能侵蚀 那麼,動物也不能侵蚀 自視小善就說,我自己稍微看,有時候收香 那麼,侵蚀重生,我們在彎裡 意思是說,不能夠覺得,我已經有了 我收得很好,我就很放鬆 那麼,感覺已經滿足了,海呆 之後,慶蚀重生,不行 以及世修的文雄,世修的文雄,種種 這是以示言詞,疑就是真美麗 修飾真美麗,真好聽的這些元素 那麼,這些輸倫,外套,這都是世間法 那不是佛所說的經典啊,議員啊 那麼,我們不一定去念啦,去想,去讚譚 所以,世間的外套啊,會經歷 這是世修的文藝啊,文學啊 那麼,除了佛以外,我們不再去清淨 這樣菩薩才能夠清淨啊 不然,我們就要學佛了 他們當然要修行、聖經、念佛 我們哪有時間去看那個瓊窑嗎 去看這裏有的沒有的 那麼,這就是佛所算的不應戰術 第四,不應清淨、遮堅、惡堅 不應清淨這些遮堅、遮滴遮堅、惡堅 如是出發的所應萬利,如來所言 不見經有疑犯、慶重、佛道、入處、出發 是五菩薩運動萬利 這七種的法應萬利 第一,就是屋地癡 第二,就是南路、欲望 第三,就是五叉 這對自己的形態、身體 第二,就是不能想去叉堂的法案 自己的心 第二,不能再害得 因為不容易 第二,萬利多多 第一,萬利多多 這七種的法案的所應萬利 如來所言,這種法應當的萬利 所以說,不見經有疑法、心中、佛道、入處、出發 所以說,沒有其他的法 像是障礙我們的修行、佛道 像是七種這麼嚴重 所以七種的都是很嚴重 為第一的屋地癡 所以我們今天念佛不簡單有信心嗎? 相信我的祖父,我要奉生教育世界 不要再聽人說,我不會奉生 我們沒有辦法作佛 我們不需要救佛 我們後世人,我們不可能 那麼這都要萬利 那麼佛說,無其他的法 障礙佛道 像這七種的障礙 都要這麼親、這麼淡就對了 所以這七種,算是我們重來的心情嚴重 所以要萬利 是五菩薩應當萬利 菩薩要萬利這七種 那麼這二七種法 再來說,六余接地無上菩提 同修七法,好為為七 譬如說,聖南主要收六菩羅蜜 要求阿娘到達三秒三菩提 如果要冠金、聖酒、無上菩提 他們都要收七種法 就是七種的法 第一,一隻菩薩當清禁聖地食 那麼菩薩他們都要清禁聖地食 我們要清佛量,要清禁聖地食 聖地食吃的,所為主佛、吉祖菩薩 什麼是聖地食呢?就是佛啦 就是菩薩啦 所以呢,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當然雖然沒有看到佛 沒有看到菩薩 但是我們有佛的教法 佛的經啊 佛的經 經典啊,菩薩所說的法啊 這就是聖地食啊 我們依佛所說的經來做聖地食 佛在經典教我們怎麼 我們就怎麼 這就是聖地食啊 那菩薩說怎麼,我們就怎麼 再來,六星文靈的靈靈菩薩 主親,法種,主佛羅密 也是菩薩聖地食 如果有星文阿羅漢這些人 雖然他不是佛菩薩 但是他可以靈菩薩 主親,法種,主佛羅密 也是菩薩的聖地食 那麼譬如說這個 新文靈啊,甚至下禮佛 目見人啊 蘇波帝啊 摩克家瑟啊 雖然他是新文的人 但是他可以 譬如說蘇波帝啊 他可以跟我們說波羅波羅密啊 就是下禮佛的 那麼他會說這個 譬如說阿彌陀經裡面有下禮佛啊 那麼這些經典呢 如果這個大阿羅漢下禮佛無間的師佛體啊 他如果可以教菩薩法呢 那麼他也是聖地食 他也是聖地食 所以意思是說 第一要請進聖地食 那麼呢 簡單說什麼是聖地食啊 佛菩薩是聖地食 那麼如果阿羅漢可以教我們做佛 他也是聖地食 所以簡單說 如果呢 教我們來做佛 我們要聖佛的人 都是聖地食啊 講說 你念阿彌陀佛喔 你會做佛喔 我們要發佛理心喔 那麼這種就是聖地食 如果跟你教說 啊你 我們不可能會做菩薩喔 我們現在做人就好了 這樣 這就不是聖地食喔 所以呢 聖地食簡單說 教我們做佛 可以教我們佛法來叫聖地食 再來二十七 第二 佛山應當親近出佛 也當親近阿蘭若法 理意如是其自私欲 不亦世人離境中疏 那麼第一親近聖地食 第二要親近出佛 出佛 出佛 出佛就是出佛獎 比如說出佛的法師啊 他都親近阿蘭若 阿蘭若就是急淨處啦 急淨處 那麼理意 什麼叫阿蘭若呢 比如說 理意三次 那麼理意這些人間 那麼 佛樂 理意世間會有清淨的地方 比如說佛師啊 情社啦 叫做阿蘭若啦 就是說有受佛人 你執政受佛的地方 叫做阿蘭若 執政廚啦 那麼他們都要去親近出佛 受佛的人 親近這個執政廚的地方 就是這樣 那麼理意如是其自私欲 那麼 我們理這個南魯的感情 有望情愛 那麼要跟種種的嗜好欲望 嗜好欲望 比如說世間人這個愛啊 要擲嬌啦 要唱歌跳舞啦 喝酒啦 吃粉啦 要管理才會有望 不宜世人理共種種種 不要管理世間人 意思是說佛師要紀念要收音要生活 要管理這麼近出佛 這麼近道長 清淨的道長 不要再跟世間人作為 因為世間人已經作為很久了 對不對 我們因為孩子到現在都跟世間人作為 也沒有解脫啊 對不對 我們再繼續做為 也是一樣啊 大家做為輪迴而已 所以要知道說 要管理這些東西要清淨出佛 清淨得到 第三 所以說佛師要應當主觀 佛師要應當主觀 行如昏陀 昏陀 擔心 草飛 風寒烈火 無苦 貪得 立當酒肅 一須厭禮 精勤修得 就是說佛師應當要主觀 要觀察 這跟前面相對的 前面說 不能接著自己的形容 就是形態 用毛 那麼 起這個五眼 愛笑 接著 那麼佛師應當要觀 觀察我們行如昏陀 意思說 我們這個形態就像是本 像是陀 像是陀 擔心 草飛 就像我們身體裡面 都是垃圾的東西 對吧 裡面有大邊 小邊 大邊 小邊 小邊 那麼 這些裡面都是垃圾的東西 有火 有冷 這些種種不淨的東西 那麼 行如昏陀 行枯 就像陀 一樣 就像本一樣 意思說 我們人死後 也是一堆土 我們人死後 沒有火花 我們放在 沒有 觀察地 後來也是暖去 變背了 變背了 那麼 要觀察 觀察我們這個形態 是渣死的 像這個本土一樣 那麼 身體 我們現在 現在都是 這些垃圾的東西 每天都要拜 要老乾 老暖 老暖 那麼大邊小邊 對不對 都是老這些垃圾的東西 風、寒、熱、火、無苦、彈、著 那麼我們這個 身體裡面 有風 有寒 有寒 有烈 有火 這是叫做 白 很多白 風有風白 寒有寒白 烈有烈白 那麼火 有火的白 那麼意思是我們身體 不斷不斷 也有種種的白 風、寒、烈、火 就是我們白 白很多 我們人、生活 都是在白 都常常擲白 是沒有安穩的 沒有一天清淨的 我們從生到現在 每天都沒有清淨 對不對 就算小孩很清晰 每天都会偷年刷师債 对不对 很可爱 但是也会儿子 不会儿子 不会儿子 对不对 所以要知道我们众生每天都会儿子 不可以探到 你当酒宿 一天一天就走向失望 好像说要报警 你一报一报 打入失望的概算 因为当初是中小孩 所以你一定云无坏 所以一报一报 怕到失望的概算 一天一天就是要死 怕用失望 当然失望不是古董的 有时候退年甘无双 世间的天灾 地变 土石流 恰荷 传年牌 有的人传年牌 一周就翁生也不一定 有时候想不够 所以我们人的色心就是这样 不正 还专门 还有一天会死 所以应当要医疏厌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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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不正的肉身 应当要求我们的清淨的发心 我们说清淨法身佛 清淨法身佛 这是我们真实的真心 那么我们这个渗时幻法 我们的肉身是架的 所以要求我们的清淨的发性 这是我们的真心 所以应当要仰理 所以菩萨要知道那是架的 架的患法的架心 我们的清淨的发性 清淨的发心 这是我们的真心 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真心 不要求这个患法 因为患法你怎么给它保障 有一天也是会死 它也是会老 最好 最好是买一个架槽 让它住 不然就是买一个 说风水 看着 让它去倒 但是你不可能 永远不准 我们这个真实的发心 应当要追求 有这个清淨的佛性 是我们的真心要了解 第二 菩萨应当 说相行好喝 将境流顺 一款发他 凌煮 凌煮 菩萨要常常行这个好喝 好就是好喝 大家不要忘记 那么 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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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到 我刚才说 不留意的事情 我们喝下去 我拿一步就好了 不要跟人家教 不要说 我们学生说要平定 平定 平定是 我们对白人众心平定 不是说我们要求 对方要对我们平定 因为众心有时候 我们的收行的层次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想不到 有一些事情 众心想不到 我们不能说 因为他想不到 我们说菩萨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但是他就是想不到 他就是头部不好 说到白人就啪啪啪啪 所以他不知道 他叫做变成 他不知道 他很烦闹 你跟你说 不能这样 我们就明知道 他没法做到那裡 我们就喝奶 就好了 因为他的听多 就是这样 好像他的听多 就是小学幼稚园 对吧 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妈妈 咖啪啪啪啪 人家说 我是一个老伯 做老夫的人 我一个孩子 幼稚园 你欢 你不能说 孩子想起 你也要想起 对吧 你跟他打开 你跟一个幼稚园 的孩子打开 这样是什么老伯 有的人 认不了 他就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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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有人会等他在床里 那不是说 电斗吗 电斗吗 孩子就不想做事情 他会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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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个不够做老伯 有的人说 我也要再想起 你想起 我也想起 你跟他打开 我也跟你打开 你让孩子打开 你让孩子打开 你也不怎么 孩子让你打开 所以我们要有了解 所以我们想的也是同样 你现在是大菩萨 你不是普通的大 你这么大 你又想起 所以他做不到 你要喝奶 我们喝奶就好 因为我有够大 我大菩萨 他修菩萨 所以我们要喝 不要说 我们都说你吃开 你大菩萨 不知道要吃开 你又要做大菩萨 所以吃菩萨就是要吃开 不能跟妓妓说 我们都可以喝 他都不可以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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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可以提醒 他都不可以提醒 这样也是一种分辨 所以我们要做大菩萨 他做不到 中心做不到 我们也要喝 所以要上行和念 恭敬 要恭敬 恭敬中心 一切中心都会佛性 他现在虽然是天道 有一天他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反正比我们更快 要禁 不能禁止中心 要恭敬 柔顺 要流软 要衰顺 菩萨要这样 简单说一句 菩萨要穿上观世音菩萨中业 对吧 穿上观世音菩萨中业 那么 不然 我们 这个 没有穿上观世音菩萨中业 我们就不可以做菩萨了 所以 我们想说 我菩萨 我就是穿上观世音菩萨 那么 这个呢 所以简单说呢 我们就是要这个 这个菩萨 足鼻流软 众心 欢喜 看得很好 所以 我们 学府这里 咬到观世音菩萨没得到 没有 帝宗菩萨有给你 没有 所以我们在讨讨 我说 其实 穿上观世音菩萨有这样 味味的像 观世音菩萨 这样 足鼻化众心 所以 菩萨要这样 好、喝、凶、减、流、孙 要放化他人 凌、酌、喝、中 那么有阴眉 放化众心 我们要自己表现出来 来众心他就会好 我们会有所影响 不要说 你上去我也来上去 你结尾我也来结尾 你发皮去我也来发皮去 这样子 我们如果说 你喝了我也喝了 你嘴巴我也嘴巴 你好好的我也好来好去 大家就进步了 大家都变好去了 就是 放化众心 佛上的影响 那么这是第四点 那么其他呢 我们的名字就再说 我们的名字都在想有点 很容易 好 你 得过 可以 哪里 往 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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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长 请伯伯伎二十七页 我们说法菩提心经论第十片 要快速成就三秒三五体 要万里七种的法 要收七种的法 我们丁长说万里七种的法 今天说到第五 那么第六项这个五 这个五就是说 万里七种法要收七种法 收七种法 第五就是说菩萨的应当 要收集精进 上升参加 经方输重 念面共和健康的食 医生的事 我们也就是说菩萨应当要精进 收集精进 因为对头前第五说要万里 他就是说我们菩萨不可以海带 感到万俗 稍微收一些说我收很多 这样做意为万俗 这样不可以 这样就海带奉益 所以这个地方说应当要精进 精进就是说不可以做万 感到说我已经收很多了 有的人说我百官才给他很多 我念佛念很多 那么如果他这个行菩萨道 这个佛菩萨 菩萨说的无厌足心 菩萨收集公定的心是无万俗 不觉得我自己很无人 我已经很厚 我已经很有收 所以这个所谓说收集精进 上升参加 参加就是说我们要想 不要经常说我比谁更精进 比谁更精进 我们如果说对佛菩萨来说 我们要参加心 我们要参加心 像这个行安大师的 看法菩萨的新闻 就说我们 佛世贾无人佛人已经收到成佛了 我们现在还在做中心 所以我们收公定 不能说我已经有教了 我已经收很多了 所以这个说我们要参加心参加 很多角度 我们通膨数兆 竟放鼠兆 OST将辈 信仇 光辐 一定 行动 ности 准毋 つ дöm 逼哈的人 今日就是没钱的人 要联敏 那麼哈的人说 他的条件比我们更差 他的因缘更差 那么我们要联敏这个重生 所以这段 再来说健康的吃衣心的事情 看到这些痛苦、受苦、疼苦的人 那么衣心来代替 譬如说 我们看人担不去 偷担、偷担 甚至说 我们看人很疼 没为人坐 这都是很基礎的事情 那么当然 现在的人就是 爱笑自己 甚至我们人说的 爱笑自己的形態 我怕疼 所以我如果有充足就好了 我如果是 管理阿婆有充足嗎? 管阿伯有充足嗎? 那么呢 所以说这个 我们菩萨就是要静静 静静就是说 我们不可以说 感觉说这个 不充足 那么 所以说我们 北冠災静也是同样 我们要修一个宗调 那么 早上有一个技术 跟我们问 这个北冠灾静 今天还有一个吗? 他说北冠灾静 说得到 走起来 他说北冠灾静 说得到 他听法师傅有的说 我们要修北冠灾静 那么六十万年的 夹青不烦烈 他失足连 那么 我法师说六十万世 六十万世 那么他说到底是六十万年的 六十万世 那么这两种都有人说 那么我就说 不然我查看看 我查的结果就是说 他叫这个静静来在说 有两种 一种是六十万世 一种是六十万年 那么六十万世是什么静呢? 他说佛说灾法清静经 佛说灾法清静经 佛说灾法清静经 里面 这个说六十万世 那么他的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说 有一天不见的 你在走路走的时候 看到很多 这个 瘦青万的 这个五几多的重心 那么他回去跟师傅说 我看到很多重心 头一个很大 像泰山那样大 肚头像淑米山那样大 那么呢 那么师傅如果走顶当 像五百架车 你经常这样 很糟糕 很大山就对了 那么水的盆灰 会 哪里有会 那么师傅你走的时候 像五百架车你走 像不像我们火车你走 那样大山那样 那么很艰苦 那么呢 这个摄尊 他就问摄尊说 为什么这种心 会有几多 那么摄尊就是说 这种心就是说 过去 减灾的时候 减阳 减阳输 减灾的时候 我们给你减灾 发肥的时候 那么 他不静实 来减灾 不静就是说 没有清淨的 不然就是说 减灾的时候 后面经来说 我们要减灾的时候 你就要清淨的 清淨的 清淨的手来 洗米 洗菜 手都要洗好清淨 不要说头脏料料 要来煮饭 不要皮肝有蛤蜊 蜜蜊有蛤蜊 也要减灾 要给它舒适 就是说不减 因为这样不减 所以现在在摸几桌 现在没可以吃 所以我们意思是说 这个减灾的时候 要清淨 不可以说用不清淨 不好的东西 来减灾 这样没有福祖 这是说这个减灾的人 那么受减的人 受灾的人 就是说 这个出家中 如果受灾 譬如说人家过去佛 有多多人说要减分 减大灾 那么如果你可以吃灾的人 才能够去修灾 如果你今天没法去吃灾 你不能去修灾 因为人们要减灾 要过我不是 如果你今天是要吃灾 你这个法师 你才能够去修灾 那么如果修灾 一人的六十万世 他是祖连 六十万世 所以我看经的意思 这个六十万世 主要有可能是说出家中 出家中 又是受灾 他今天受供用 比如说大灾灾受供用 他这天有七灾 有这些在家技术 他发心要供用这个法师 这法师有七灾 今天这天他有七灾 他说不是 也不是在家人供用要供用 然后他六十万世 他是祖连 这是说出家中 那么另外一部叫佛策 佛筋经 他说他当然是同一部经 只是反应不一样 那么佛说护静经 里面也是说到 说这部经 就是说有一天 祖准到阿兰尊者 你去外面走 走到一个地方 有一个大窟 豬子 很大窟 那么里面有一些糖 蛤蛤 那么就像蛤蜊色 形体像蝌蚝 小蝌蚝那种 那么小时候就跟阿兰说 这个中心有什么 变热这些糖 就是过去生 那么供摘的时候 没有清蒸 没有清蒸 要供用的时候 葱菜要做 比如说要洗米 没有洗手 去便宿下来 也没有洗手 这样就要煮给孙家 所以这样 不正文的 没有清蒸的东西 来供 所以现在变成糖 那么 像蝌蚝同样 那么这个糖 那么这是供摘 那么这部经 里面有说 有一个刚才 刚才做阿罗汉果的BQ 有一项 当时 因为刚才做过 也是要放到 所以他到变收兵的时候 听到一个BQ 在烤 那么这个BQ 在烤 他就告诉他 你有什么在烤 他说我就是过去生 我做这些时候 弓精 不精 没努力 蜡蜡蜡就有了 所以 现在 我对这个隔膊 我现在要到变收兵 看有人放晒放流 来有帮我吃 他现在变成了五个多 但是我到变收兵的时候 这个鬼神 用剃腿讲我的头 所以我爱叫 我没帮我吃 那么这也是说这个 供摘 就是说 一方面说 如果我们要供用人的时候 一定要清静 努力 也要清晰 也要清晰 也要去 比如说 你刚才去洗澡 你现在要煮饭 要洗手 你刚才去便宿 回家要洗手 你刚才在黑皮肝 对不 所以照说 我们煮饭 应该是要戴口罩 对不 他外面的人 就戴口罩 外面餐厅 也要 帝这个口罩 那么这是说供摘的人 另外又说 如果受摘的人 受摘的出家庭 如果可以 如果他可以吃摘再去收 如果不可以吃摘不要去收 人家供大摘的时候 因为你今天就没吃摘了 你不能说过何不吃 如果可以吃摘 那天收摘 那天收摘 六十万世 福保祖連 这是说 以我看的这个经典 那里 六十万世 是说出家中 如果吃摘 一天 过五不食 那么 另外 如果说六十万年 就是说百官再解 因为我们听法师 有的说 说六十万世 是百官再解 六十万世 那么 他是 没聚 那么 有的说六十万年 有的说六十万世 那么 如果他刚才那两部 有的说六十万世 主要是说出家中 出家中 出家中 如果你还可以 人家的供摘 你还可以吃摘 不然 众生发育 材质基督 他要 吃这个大摘 要摘摘 你要摘摘 那你就要摘摘 今天你这天你就要 要摘摘摘 不是啦 这样你也有说得 是六十万世 那么 如果说六十万年 就是说 这个杂僻域经 这个杂僻域经 里面有一个因缘 说过去有一个杂家技术 那么 那个时候 有一个好家人 一个材助 他要供精 供佛 设这个大摘摘 那么 他刚才在 这个人的储偏 他是在买乳 乳酪这种的东西 乳酪这种的东西 他在买东西 做生理 那么这个好家人 中间就跟他说 啊 我今天财政 有一个缩法 又是有北冠材盖 你要来参加 你不要说 在这里买东西 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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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这样 鼓励 叫他去持北冠材盖 刚才那个话 是我说的 当然他到底是怎么说 我是不知道 台下就是这样说 就是说 你刚才脱坛 你一天也是坛 你不如来持北冠材盖 讲中很大 所以那个人刚买东西 那天听到那个中间 这样说 他也去水戏 参加 人家去财政 他也跟人家去 人家 人家还想 北冠材盖 他也去收 然后呢 到那一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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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他们家 结果他母亲在家 他说 你是怎么做生意 你做那久 你回来 我整天都等了 我都没吃 古早人 有那个 现在人家可能说 早就吃了 你自己去冰 去冰 对吗 他母亲说 我就是等你 我都没吃 我也很厉害 他现在回来要吃 奖别人家吃 那么他母亲说 他母亲就等一天没吃 他就对他母亲吃 就收北冠材盖 他收百冠 算收百冠 那么他百冠材盖 在经典里里说 他百冠材盖 七世 生天 七世 林甘 天生 七世 那么他是不僵 这是收北冠材盖 八冠材盖 八冠材盖 那么经里里说 如果可以 持这个 北冠材盖 一年六十万年 他失不僵 六十万年 所以这个 很多人问 到底是六十万年 还是六十万世 那么如果 这个经的意思 六十万世 可能是说出家人忙 出家人 如果有人 拥材 我们如法来 守灾 七世 六十万世 的公益 那么 材盖 人 是法冠材盖 他的杂癖益精 是说六十万年 这是说到这个 这个问题 因为 我们有听到 中正的故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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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